大家好,我是伟安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丁丁 伟安啊,你最近有读到李总理的国庆宪词吗? 有啊,他提到五国正面对许多不明朗的因素 国际经济形势已发生变化 疫情打乱了全球供应面 通货膨胀率在上升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更导致这些情况进一步恶化 造成全球的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 哇,面对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 接下来的日子可不容易过啊 是的,我们生活中确实有很多方面是无法确定的 我们的个人健康、世界和平、世界经济 都是不确定的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我们永远无法预知 我们的健康状况 在世界经济衰退时 我们的财务状况 甚至我们与家人、同事、朋友的关系如何发展 那种感觉真不好说 对啊,不确定性是最糟糕的感觉之一 特别是如果不确定性涉及我们非常关心的事情 丁丁,你说一说 一般人遇到不确定的环境时 会怎样去处理? 就我个人而言吧 我会感到焦虑 然后我会死抓住我能够抓住的东西 尤其是那些我比较熟悉的做法 我可能还会想尽办法去达到我内心要得到的成果 你呢? 我会想办法去抓我无法抓住的东西 或者设法去改变超出我能力或控制范围的事情 因为当我想到很多事情都是我不能控制的 我就会感到恐慌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你越说,我就有越多的不确定 别急,别急 我们身为基督徒 神已经给了我们这方面的教导 哦,是吗? 那作为基督徒 我们应该怎样应对疫情 散乱 通货膨胀 经济衰退 甚至于个人的危机等不确定的环境因素呢? 神真的有答案吗? 有的 基督徒要以上帝主权的真理 来回应每一个不确定的情况 和环境 这是我在灵修你得到的领悟 那你快说吧 要以上帝主权的真理 回应每一个不确定的情况和环境 上帝的主权 简单地说 就是上帝作为宇宙的创造者 他有权做任何他想做的事 他掌管宇宙万物 我们都在他的权威管制之下 虽然我们可能会面临不确定性 但对于上帝来说 从来没有一丝不确定性 你可以进一步说明吗? 好的 让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 经文出自使徒形状 第17章24-28节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服侍 好像缺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 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 和所住的疆界 要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就如你们作诗的人有说 我们也是他所生的 这段经文和不确定的环境 有什么关联呢? 保罗当时是在雅典的议会里 对雅典人讲话 雅典的议会是一个 充满不确定性的地方 议员们常常会聚会 在一起讨论几个小时 试图理解和解决人类的问题 例如宗教、政治、家庭等等 而这些问题都有高度性的不确定性 相当多的焦虑的背景 保罗的这段话 带给我们两个明确的 充满盼望的真理 第一,我们的神是天地的主 也就是说祂是一切的主 第二,祂是生命的源头 祂不需要依靠任何东西 因为祂是自主的 相反,万物要靠祂才能存留 祂维系祂所创造的一切 这个我明白 这还不止呢 保罗还指出神已经预先定准了 我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让我们停下来思想这一句话的含义 你和我都有可能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段 和任何地理、区域诞生 这在人看来 师父是随机的 不确定的 但其实那是神早已为我们预定了 使祂亲手精心刻意的安排 你和我在这段时间和地理空间生活 甚至我们还彼此认识 彼此在这里交流 所以我们应当以神在我们生命中 有计划和旨意这个事实的确定性 来应对生活中的许多不确定性 但什么是神的计划和旨意呢? 保罗说 神在创造和历史中 启示自己的其中一个目的 也就是神的旨意是要叫人寻求祂 我们可以伸出手 找到上帝 并意识到祂从未远离我们 伸出手去寻找这句希腊语 是形容来 一个人在黑暗中伸出双手 寻找通往光明的路 保罗是说 虽然我们感知上的不确定性 可能让我们觉得自己处于黑暗中 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伸出手 并去意识到上帝其实从未离开我们 或抛弃我们 祂是与我们同在的光 祂与我们亲近 是为了推动我们以周围的人 分享祂同在的美好 我记得神学家四部真 说过类似的话 他说上帝近了 所以希望也近了 你说的对 基督徒要确信上帝的亲近 然而在我们的家庭 工作场所 学校和社区中 有我们所爱的人正面临 不确定性的恐惧 却没有对基督亲近的希望 在不确定的情况下 感恩你和我有机会成为基督的名光 彰显主耶稣的掌权和应许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责任 就是要向破碎的世界 反映基督的爱 良善 恩典和荣耀 告诉这世界一切都在我们慈爱的上帝 坚定和信实的手中 丁丁你说的太好了 让我们来做个祷告 天父你是万王之王 同管万有 当我感到不确定时 求你让你的真理 在我内心深处与我们说话 提醒我们一切都在你的掌控当中 你对我们有一个很全面的计划和旨意 谢谢你与我们亲近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透过你的分享和祷告 现在我轻冲和平安多了 谢谢你啊 好的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们和大家说再见 好的 我们下次见哦 下次见 耶稣说 我来了 是要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是的 您想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吗 请留意上帝的话语吧 您可透过收看华安堂媒体部门为您制作的视频 我们会陪伴您一起了解基督信仰的内涵 活出一个有爱有光有意义的人生 是的 我们的灵修分享会同您一起思想上帝的话语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引导 牧者三分钟为您解答信仰上的疑惑和困扰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城墙烂掉透过一个个家长里短的小故事 让您看到原来上帝不仅掌管天下大事 他也活在我们的家庭中 职场上还有主日学的课堂里 哈哈原来城墙并不烂掉呢 当然上经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基础 所以查经灵修会透过圣经书卷的学习 帮助您认识真理扎根上帝的话语 让我们行走不会偏离 一人的路越走越光明 盘望您锁定我们的节目 订阅分享留言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学习圣经 认识真神活出丰盛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